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五地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位於長野縣的清景澤 是東京人的度假聖地之一 紅葉 雪景 美食 購物 應有盡有 而且距離東京大城市應該只需要一個小時之後的時間即可到達 兩天一夜遊是首選 但如果來東京貼數不多 又想要去個近郊晃晃的話 一日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來一場精彩的清景澤一日遊吧 由於包不是分開兩次取材 所以影片中有秋天的紅葉 跟冬天的雪景可以觀賞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這兩個季節的不同 我們大概早上9點來到清景澤展 先散步個25分鐘左右來到雲場池 這裡有別名天鵝湖 是一個狹長的人工湖泊 景色十分的優美 測試隨著世紀變化不同顏色的景觀 建議大家繞著湖畔慢慢的走一圈 逛完雲場池現在大概10點半 我們繼續走個20分鐘左右 來到了清景澤營桌商店會 這裡如Outlet一樣 是清景澤知名的購物區域 明年大約有好幾百萬人拜訪這個商店街 見證著大正時代至今 這100年間清景澤變成觀光聖地的歷史 可以在這裡買一些圖產跟紀念品 大家也可以走到Shaw紀念禮拜堂 拜訪超過120年歷史的教堂 剛剛走了那麼多路 讓腳休息一下如何 我們從商店街走個10分鐘左右 來到十分有歷史意義 以及國際知名度的萬瓶飯店 這裡於明治27年 西元1894年開業 如果天氣沒有很冷的話 我們就在Cafetelas用個茶以及茶點 或是輕時稍微衝擊一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1點 我們搭乘計程車大概5分鐘的車程 或是徒步30分鐘左右回到清景澤車站 我們搭乘一站 先往中清景澤站 搭乘15分鐘的免費巴士 或是走約25分鐘 我們來到星野resort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可以體驗的東西可多了 不需要住宿也沒有問題 我們下午的時間就泡在這裡吧 剛剛萬瓶飯店的茶點可能還沒有讓你吃飽 我們到榆樹街小鎮的澤春Bakery 來吃點檢餐 這家店也是2021年的麵包百名店 包伯點起似漢堡 以及巧克力冰淇淋蛋糕 補充一下元氣 如果沒有很餓的話 我們來吃個甜點也行 永景農場是2020甜點百名店 每天用農場植送的牛奶 以及當季的蔬菜、水果 製作的義式冰淇淋 這個冰淇淋的濃密程度 真的讓愛吃冰淇淋的包伯大大的驚艷 休息過後 現在大概兩點半左右 我們接下來拜訪清禹澤最有名的教堂 十字教堂 以及高原教堂 由Kendrick Band Kellogg 於1988年設計的十字教堂 絕對可以用獨一無二來稱呼 拱形的部分是用玉柱混凝土製作 然後搭配石牆跟玻璃 在下雪的時候看起來十分的有美感 高原教堂則是有100年的歷史 特色是紅葉時期的美景 當然下雪的時候也很美囉 可惜這兩個教堂室內都沒有辦法拍攝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圖片參考 離開教堂後 我們徒步穿過森林 走個幾分鐘來到蜻蜓之湯 這個溫泉位在三角下 然後有一區非常大的露天溫泉區 冬天看雪景真的很威 這一區結束大概下午四點半 我們搭車回到車站大概下午五點 嘿嘿 現在就花了兩個小時 逛一下王子飯店的Outlet啦 這裡除了有200家店鋪可以逛以外 大草坪以及晚上的燈飾很適合來帶小朋友玩耍 不喜歡逛街的也可以在這邊得到充足的休息 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步伐逛街 但記得要好好吃個晚餐喔 我們推薦車站走路15分鐘以內就可以到的 Emboka清景澤 家店清景澤的名店 也是披薩百名店 使用清景澤當地的自然食材製作 披薩當然好吃 但讓鮑勃更驚艷的是他們家的溫野菜拼盤 果然是好山好水的清景澤 所種植出來的野菜 真是不得了 我們的清景澤一日遊 也在晚餐中結束囉 等等就搭乘新幹線回東京吧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